光傳媒 氣候變遷 鮭魚皱繭 鮭熊瘦成皮包骨 全球氣候暖化 造成不可逆的生態危機 據加拿大漁業及海洋部報告指出 加拿大氣候暖化 是全球平均的兩倍 氣候變遷造成的洪水和乾旱 也對魚類造成更大的壓力 攝影師Rof Higger拍攝到 古獸如財的母熊與兩隻小熊的照片 Higger說 我不知道母熊在沒有鮭魚的情況下 如何度過整個冬季 Night in Lake 是加拿大觀賞灰熊的旅遊聖地 为了尋找充足的食物 灰熊開始迁徙 前往隔壁温哥华島進行觅食 灰熊不屬於温哥华島 他們被迫游泳到新的地方 只為了吃飯 全球暖化 是世界的危機 環保少女桑伯格意識到氣候變遷的嚴重性 為減少碳足跡 他們一家人 已不再吃肉類食品 為地球盡一份心力 謝謝你的收聽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重視全球暖化的危機 因為全球暖化海平面升高 台灣有一天也有可能會消失在這個世界上 所以請大家一起來關心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訂閱分享按讚 謝謝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期見